大家好,这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视频扦插的长寿花 那么这个长寿花在扦插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它的叶片出现了发黄 而且有一点点发黑脱落的现象 大家看现在这叶片有点发黄 然后这里这个叶片有点点发黑了 叶片就直接脱落掉了发黑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因为我们用的长寿花的枝条 可能这个叶片它带有病菌 那么它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一定要及时做好杀菌处理 要不然的话呢 它会感染到其他正常的这个长寿花 然后呢导致全部黑辅掉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好杀菌工作呢 这个时候我们用上一些普通的多菌磷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因为普通多菌磷它是不具有类系性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用什么杀菌药做防治呢 首先呢我们可以用上这个复配型的乙座多菌磷 它里面还有一座唇也具有一定的类系效果 或者是呢我们也可以用上这个甲肌流菌磷 为什么用甲肌流菌磷呢 因为甲肌流菌磷呢它是类系型的杀菌剂 它可以被植株所吸收 然后呢在体内形成这个多菌磷做这个杀菌作用 而且呢这个甲肌流菌磷呢 它在叶片上啊很少会有残留 所以呢我一般用的话就是用这个甲肌流菌磷 怎么使用呢 首先呢我们准备好一个喷壶在里面呢装上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我们再在里面呢撒上一克左右的这个甲肌流菌磷 然后倒进去 装性喷壶里面摇匀让它能够完全的溶解 喷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把这个喷壶的嘴啊 调到最物化也是最细化的时候 我们再来个喷 喷适时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喷得非常的均匀 每一个部位都要喷撒到 不管是叶片正面还是背面都一定要喷撒到 然后因为我们用的土呢是炒土栽种的啊 所以我们喷的时候呢这个土啊不能够喷得过湿 大概呢有一点点水物滴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呢杀菌工作啊就完成了 所以大家在牵插长束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杀菌工作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杀菌工作没有做好啊 那么就很容易造成黑腹的现象 那么我们的牵插呀就失败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节见 我们下节见